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会有为什么email也会有一个value very very required的这个一个提示 这是为什么的 ok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回到每一个form里面去 回到每一个form里面去 然后呢我们找到email 找element里面的email ok这里呢我就稍微也带大家学一下这个 到底是怎么去玩 就是怎么去学习这个CFR 比如说我们到email里面去 然后呢你会发现在最底部 会有一个get input specification的一个类 然后这个类呢你看一下 其实我在这里跟你讲 其实它就是针对于这个email的一个表单呢 它会自己有一个默认的这个验证的一个 默认的这个input felt的一个配置 然后呢它会配置这个requell的会配置完requell的为真 然后felt帮我去控格了 然后呢验证呢也会帮我写在专门写在这个文件里面做一个验证 所以那么这个文件它是怎么去调到的呢 ok你找到这个文件以后 你想程序肯定要会去调它对不对 那程序怎么会去调这个input specification里面呢 你可以在这个vendor里面去搜索 你去搜索它ok你搜到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 这个本来就是我看到这个form组件里面吗 okform组件里有一个这个方法 ok那么它在什么时候用的呢 它在一个叫attach input felt default的时候 ok那么你再去搜 这个attach input felt default是哪里用得到的 你可以搜一下 ok在哪里用的呢 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是哪 ok再看一下 get input felt 也就是说在我们通过form去 get input felt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去取出input felt 然后做一个数据验证 那么它在这里呢 会把你的这个 会去调用这个attach input felt default 那么对于email也就对于任何的这种form的element来讲 它其实有些有些表单 它有自己的自己的默认的验证和过滤的方式方法和配置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个require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数据们 当然你这样的话 原先的email会还email的那个验证还会不会有呢 ok我们注册一下 当然这个我现在表单的是 是这个email 所以前端浏览器帮我验证了 我改成test 然后点regist ok它还是会报一个这个 报一个错误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自己的表单里 require改为force的时候呢 原先的这个require为真 它就会被替换掉 然后呢 只会保留我这个fails 或者是这个验证的一些条件 也就是我们也就很方便的 可以通过在我的这个input 在我的inputfelt里边去 重写表单里边的 就是我的element里边 就form里边的这个 每个元素里边的比较 自定义的这个表单过滤条件 好吧 这就是我们email 为什么也会有这个提示的一个问题